唐家山燕色湖上下游已设置了七个计算机实时监测点 指挥部正严密观测 分析唐家山燕色湖的水文 气象等变化情况 专门有一批监测的人 包括监测一些设备 利用了一些目前还是比较先进的一些设备 随时监测 动态地监测 这个燕山坝的那个工作形态 比如它漏水情况啊 为它那个过水的情况啊 据水利专家计算 如果蜃漏不出现大的变化 唐家山燕色湖泄洪时间最早在6月5日上午 目前 唐家山燕色湖下游群众 已按照三分之一溃把方案 安全转移了近20万群众 对于可能出现的全部溃把危险 也做好了撤离准备